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現在在的位置就叫做龍尾灘 事實上你見到這裡對住的地方就是馬鞍山 而我們身後就是八仙嶺郊公園 其實這個地方這個海灣比較獨特的地方 它是一個吐露港以內的在內灣的地方 差不多整個海灣都是被山包圍的 王志進 香港自然生態論壇發現人 自從龍尾灘捲入發展的爭議 王志進已經十分關注 主動捍衛不能夠發生的海洋生物 前市政局年代就說要做一個人工營灘 當時就說大埔區遊泳設施不足夠 所以就要建人工沙灘 直到曾蔭權的時間他就大力推行這件事 包括2007年的時間 他們就做了一個環境影響評估 就看看究竟對這裏生態有沒有影響 但當時在政府的報告裏面 或者顧問的報告裏面 就說這裏沒有生態價值 生態價值很低 就想馬上展開工程 但我們自然生態論壇的一班朋友 來到這裏兩次的時間 就看到的生物已經比起政府 就超過差不多五倍的數量 所以我們就當時開始 就已經是提出一些反對的理由 另外還有一些環保存體也提出的 這裏的水質在吐露港裏面 一直以來都說是很差的 如果也都建了人工沙灘 其實對泳客來說 其實是很大的一個可能會影響他們的健康 其實人工沙灘的概念 很多人會覺得沒有就放些沙灘就算了 那是不是真的有 不是的 其實原來這個工程其實牽涉到 我可以說其實和田海都很接近 首先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要將這裏本身有的 例如你看到現在的石 這裏原有的沙 甚至乎對出有幾個我們叫河口位置的地方 我們都要將整個海藏差不多殘起了 然後也會鋪上一些海沙 而那些海沙從哪裡來呢 其實就要在一些海域 我相信應該選擇一些乾淨的海域 在海藏那裏掘起一些比較上 沙粒的大小差不多統一一點的海沙 來這裡再鋪上去 第三就是這些當它傾倒的時間 可能你不是都去丟填區的 而是丟填去一些我們叫 專門處理一些淤泥和海沙的一些海岸的環境 其實三個地方都會受到這樣的破壞 而最終鋪了一個人工山山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生物都不能夠在這裏生存 最簡單的就是 譬如你假設你的生物 它生活的環境就是一個天然的海藏的地方 如果你將整個海藏 譬如這些沙石全部拿走 將它搬走這些 其實它們本身就是生活在這些地方 如果你是硬要鋪走這裏 那這裏已經首先第一個破壞 而另外你說 在一些海洋環境 我們其實見不到的 因為它在海藏深海的地方掘上來 但它深海的地方掘上來 其實那一層海藏 就是生物最多時躲起來的地方 它藏身的地方 但是你就將它藏身的沙粒 將它全部掘走 變成它不能夠再在那裏生存 這個溫度太低 它也不是怎麼動 它也很慢 平時它也走得很快 可能太冷了 你看它也非常緩慢 其實你看到這隻蟹也挺漂亮 這個鉗是紫紫地色的 好像塵帽一樣 因為你在每一塊石底下 你都想不到有什麼存在 除了這隻紫色的蟹 有時候有另一隻款 這隻有不同的顏色 這隻我們叫做 擁澳近方蟹 它掀得好像有些毛 形狀是完全不同的 很多時候 有這麼簡單的 已經找到兩種不同的蟹 我想我們沙灘在香港其實很多 但你在沙灘你不會見到這些 因為你沒有了這些石 沒有了這些砌色的地方 但如果你有類似這些地方 那你不一定會被人游泳 你來這裡逛一下 可能可以來這裡揭開一些石 看看一些生態 其實這個我想是一個生命教育 可以 這裡最慘是為了一個 要被人游泳娛樂的沙灘 而將一個更好娛樂的地方去破壞 其實是很不合理的 即是很搞笑 很不合理的 其實看到龍尾這個環境 其實不是它所說的 即是跟其他紅樹林一樣 是很不同很獨特的 那你說 那也是沒有什麼價值 因為好像沒有生物 沒有一行有東西 但事實上我們自己發現 是超過三百種的生物 當中其實有二十多種是 香港小見 甚至乎我們叫做 世界上也算是一些罕有的群眾 所以其實這裡 不是說說得那麼普通 或者那麼常見 我自己覺得 他們真的無法發聲 他們真的不懂得說話 你填他們的海 你霸了他們的地方 好像英分 但事實上他們應該有生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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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